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师兄师姐们吉祥 今天要为大众开播的是一位印度的哲学家 这位印度哲学家名称为商杰罗 商杰罗他是印度教泛坛多派的极大臣者 跟不二润的宣誓者 他是属于南部底里婆罗门种姓 因为就是佛学会考也有考到商杰罗 所以今天就为大众好像讲了一系列的故事 然后也是请大众也经过我的解说 就对一些比较早期的婆罗门的思想 或者是印度社会形态 他们有一些对出家人的一些看法 跟我们现在的理解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商杰罗对佛学是有深刻的研究的 而且他是有许多受到一些佛教观念的影响 可是他却虽被影响却又努力的使佛教的信奉者跟奇纳教的信奉者 希望他们改信当时就是印度的主流宗教 并且去除不少传统宗教的一些比较恶习 就是他们认为就是一些太老旧的成就的教义 比如说婆罗门至上的思想 比如说就是对于就是婆罗加摩神的一些信仰 他希望把那个婆罗门教呢改为印度教 相传呢他就是希望把印度的印度教的一些思想 然后把佛教神话中的一些人物呢 可以就是吸纳到变成印度佛教神话当中 导致不少的那个当时啊 当时有一些印度教的信奉者 甚至还把那个释迦牟尼佛看作是谁 看作是比士奴的化身 比士奴 这是很颠覆我们的 颠覆我们对整个就是佛教的一些 你能想象释迦牟尼佛是比士奴 就是施施魔神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哦 就是我们很难如果是信仰 像我们是信仰大乘佛教的一个出家的思想是 没有办法想象释迦牟尼佛怎么会是比士奴哦 就是施魄神啊 怎么会可能呢 可是在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哦 当时呢曾经流行的是佛教诸法皆空 或者是一切无我的思想 而商杰罗极力的抵制认为说最高的梵呢 是世界的本源 而世间万物都是依靠梵而产生的 而梵呢 并不依赖其他的事物 也就是说他认为梵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意义 它不具有任何差别的属性 它既超越了主观和客观 也超越了时空跟因果 商杰罗认为这个世界是从梵制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 他认为啊 梵才是最高的梵 是世界的整个本源 这是商杰罗的思想 而世间万物呢 也都是依靠这个梵啊 来梵天的梵产生的 而这个梵并没有依赖其他的事物哦 他认为说梵 梵天的梵 就是一种绝对永恒的一种意识 而这种意识呢 它不具有任何差别的属性 也就是说 它既超越主观和客观 也超越了时空跟因果 商杰罗认为 这个世界是梵制造出来的 而解脱呢 是亲证梵跟我的同一性 就是犯是犯 对不对 我是我 可是犯跟我 他认为是同一的 也就是犯我一如啊 犯我如一啊 就是这一个词 就这样来 商杰罗呢 他也就是非常没有办法接受哦 排斥佛教的一种思想 就有关于轮回的见解 认为 佛教教义当中 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轮回主体啊 对不对 他觉得他他觉得这样是说不通的 事实上佛教不少的教派也曾就此一问题发生多次的争论 你看哦 他说现今不少佛学家已就此一问题做出回应 一些宗教学家认为商杰罗使佛教在印度陷入了一个很劣势 很糟糕的局面的这一个关键人物 也不过呢 商杰罗的有一些观点跟做法却被认为应该是学习谁呢 学习大乘佛教中官派又或者是 又说陈纳是公开的佛教徒 而就是商杰罗就是假面的佛教徒 当时他们会这么形容商杰罗 为什么呢 你看如果没有读这些印度哲学家的思想 我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们真的读大乘佛教的思想 这些论书的论师的观点 他们哪一边到底有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优点 而哪一边的理论呢 是不是有存在着一些就是他们的传承 有一些就是有落差了 还是说我们这种凡夫之间很难去理解 你看商杰罗就跟陈纳这时候就有时间上的一个连接点 连就是串连点 然后很多的争论就是说 认为商杰罗几乎就是为世宗的陈纳的思想 你看有传说认为商杰罗是可能有学习了一些中官思想 中官派但又有一个争论就是说 不对不对他应该商杰罗应该就是继承了为世宗陈纳的思想 所以才说就这样子就贬低商杰罗还称他是 废陀论遮面的假面的佛教徒 你看我说他们那时候的用词也是蛮蛮 蛮犀利的 而且很不客气说他是假面的佛教徒 其实好像也不用讲成这个样子 所以有时候必不是说你是佛教徒呢 然后你全部都读佛教的书籍 像这种原始佛教的这种印度哲学 你也是要懂一点 要不然他们原始佛教到底那么多的一个源流传承 还有他们的思想你要进入的话也恐怕也都是无法真正的通达 就是今天人间福报所写的了然于胸 就是就变成一知半解啊 那半解之徒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对自己的佛性有增上缘 所以要清清楚楚就是方方面面 这个佛法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真的成为佛教徒 你学习了佛教知识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他跟生活是很融通的 就是佛法他跟生活是很相容的 他没有离开我们的生命 佛法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 然后佛法呢 他是你读佛教的历史 就像我现在读到商节罗 对我来讲是很新鲜的 很惊艳的 以下我们再来探讨 因为他这是挺有趣的 那看到一些世界宗教的资料呢 很早期的就已经有人在探讨商节罗 就是在佛教衰微的那个印度啊 其实佛教从印度出来 可是佛教也是在印度衰微了 就在那段时间发生了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印度教经过了一些时代的新 新兴佛教产生了一些人物 那么这个人物呢 就会产生大论师跟这个教主啊 对不对 因为你有产生了一些新兴宗教嘛 所以一千年以来呢 就被五印度人士所尊养的 这个人就是谁 商节罗耶 他真正的完整名称是商节罗阿哲利耶 阿罗平多的学说是很宏大圆通的 比较看来商节罗的学说还算比较偏颇 那就是其实不明白商节罗的学说的人 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阿罗平多的学说 这个阿哲利耶是翻刚刚那个音译啊 那个泛文的音译转成中文就叫做阿哲利耶 简称为舍离 意义就是规范 鬼范师啊 就是鬼范师在印度教当中所谓的出家 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就是当比丘呢 就是等于你是游行的游方的乞丐哦 而且你要在人生的晚年才可以去做出家 然后呢就会有一种名称来尊称这样的出家人 叫做飞红或者是叫做称为称上飞 超上超级的超上天的上超上飞红飞在天空的红鸟有没有 超上超级上等的飞在天空的红鸟那个意思 所以他们是这样的尊称出家人 那从老师就是在我国古代呢就外传什么呢 外传着代学有成之后就成为 就是让老师来准许你可以毕业哦 那你这时候就可以回家去娶妻生子 但也有人留下来哦 终生侍奉老师自活 不愿意不自成家的 不愿意成家 他就侍奉老师直到去世哦 或者是继承老师的教学 又或者是不继承 可是这时候他们就是被称为终生的逝者 可是这个就不是出家了哦 如果他只是终生的逝者就不是出家 当然也有不等到晚年啊 就马上出家的 这在佛教兴起之后是经常拥有的事情哦 就是经常会发生 你看佛教兴容之后 出家人越来越年纪很轻 可是在当时佛教还没有兴起来的时候 还没有 佛教还没有兴盛的时候呢 当时的印度教是规定 大家是要晚年之后 你才可以出家 才可以当那个飞红哦 超上飞红 或者是侍奉老师 或者你被准许毕业回去娶妻生子 但是现在呢 佛教兴起之后就不是这样了哦 佛教兴起的时候 然后就会有看到一个好像教主的人物哦 然后他就披着什么 折黄色衣 或者是两脚啊 就没有穿鞋子 或者是他就穿拖鞋 在印度的东西南北一村 又游过一村 一城又走过一城 到处呢 讲经说法 辩论 或多或少 他身边还会随着一般弟子 沿路 乞讨 托波 起食啊 接受布施 或者投诉在寺庙 而这种人就有点像 中国社会里面的游方僧 虽然现在在印度随处可见呢 可是这当中 他似乎那个派别 也非常的多哦 就是在教会的人物 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标志 然后在教会里面的等级又多到数不清 可是在其中的人一看呢 就有办法认识 有没有 而桑杰罗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师 鬼犯师 就是你虽然这些人的等级什么都很多 可是桑杰罗这个人 就是让你一看 哇这一定是讲经说法的那个头头人物 他就是有那一种教主的气势哦 跟说法魅力吧 度众的能力 如果说我们要知道桑杰罗的生平 我们就会可以清楚 就是说 在历史传记里面这边的记载 就是说 经常要从神话 童话或民间故事来提炼一些证实 对不对 但是关于这一个大师的生平就有一些记载哦 也就是说 摩羯 也就是著名的 就是胡杰与布杰 这两帮的国王的大臣呢 在后来其实就是被桑杰罗所创立的一个圣级礼 圣级礼道会的领袖 所以就是所说的这个人所称的一些事情呢 几乎是可以大致可以相信的哦 那继承着这个主持的这个该道会是就是有名的 然后还有一个传说就是有一个纳罗耶那阿珠利耶是什么是那个 是这个 就是这个跟他大臣的二元论师啊 就是他二元论师这个人的名称就是我在复习回去哦 就是纳罗耶纳阿哲利耶 就是自己说他呢是摩达 这个简写字看不懂 摩达哇的信徒 也就是自己称当时他受到那一个教会的虐待 那一位后期的很有名的商杰罗的这个人呢 还曾经压迫过他 所以因此呢就发愤哦 发愤图抢写了两本书 那两本呢 第一本就是摩达哇胜利 第二本是莫尼曼衰肺 莫尼曼呢是摩赫婆罗多史史诗当中的一个罗刹的名字 那引设这后期者而自称为皮魔 然后他就是史诗当中的英雄 这两部作品呢所提供的这一个材料呢 仅后于就是摩达哇一世甚为重要 其中入籍了摩纳巴 当地当时关于商杰罗的传说 所以要诋毁这个人的学说的人呢 应该他的资料是可以参考 意思是说你看哦 这些资料反映着就是他们就是不喜欢商杰罗 那换一句话说不喜欢商杰罗所记录的很多的资料 一定是有他可信的程度 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三件事 就是说第三个出处又反对以上举出的那两本书 因为又有人就是写着说商杰罗胜利呢 他是托名摩达哇 或是说吉尚说的阿哲利也所请人带坐的 其书就是无胜史事 颇缺批评能力 又有同此书名为另一著作 著者就是阿难陀吉利 也就是近代的西方印度学者呢 或以为可信 或以为其中年代与作者的证据皆不足以为凭 此后又有同此书名为第三著作 作者又叫做契维纳萨 又有同此书名 称为第四个著作 作者是斯瓦密萨陀南陀 你看真复杂哦 就是这么多的一个资料显示就真的有商杰罗这个人 可是却是事实哦 他们的意思是说因为有这四本书都是同名啊 同名不同作者 那通通都有写到商杰罗 所以他们就反对上面那两书说什么 商杰罗压破谁啦 压破谁之后 然后谁奋起就开始写了两本书 生气的写两本书 然后这四本书就反对上面那两本书 这真有趣哦 他们印度教挺竞争的 那是什么才是真实 什么才是历史的真实 我们也不可考不知道 可是就这样参考这些资料也是挺有趣的 会了解一些印度的人的思想跟背景 思想跟他们生活背景 还有他们的是思考模式哦 此外就是斯康陀古世纪中的第九分呢 就是说到商杰罗这个人啊 乃后人编写进入的 入书的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啊 你看这有趣哦 那 他说 如果这样写的话 就是还有一些妙论啊 世间人都说那个是西方人所写的啦 所以上面所举的两人之外 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就是荒谬的地方 那所考呢 接教可信 他们认为就是西方人 自然是西方人所写的书 应该可信度挺高的啊 那我们知道这些材料呢 我们就要先了解 就是商杰罗到底是出生在哪里 有的传说是说 那是生在南印度的契丹巴罗南 就是在地点在南印度的东海滨海岸这边 然后东京79度9这里 北纬11度5哦 就此说是出自于阿难陀吉利这里 第二个资料是说 商杰罗是生在南印度的西海滨哦 刚刚是东海滨现在是西海滨 这真有趣哦 他说 连那个经纬度都出来 说在柯青的东京76度3 北纬9度9 到那个苏罗努 东京76度3 然后北纬10度8 所以现在他建了一条铁路啦 里面这条路里面就有一个小城啊 小城故事 那个小城名字称为阿乌伊啊 那小城东方的六英里处呢 有一个村子 名字称为杰纳地 卡拉底 这边是传说中商杰罗的出生地啊 那此说又出自于哪里 莫尼曼衰肺 刚刚有提到的 这两说呢 其实就是写这个资料作者 他认为啊 他认为是出生在南异渡的西海滨 这个资料比较可信啊 但事实上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但因为我们不知道商杰罗 我们只好借由别人去宣说 然后是以盲倒盲 还是资料是可确信的 等待大众 你也成为商杰罗的考察者 然后也许我们就会等待你的发表 然后让我们又知道更多的商杰罗 那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些商杰罗 他的一些出生 在杰纳地有婆罗门啊 一些群众他们就居住在那里 而且他们都侍奉着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师婆神 然后 还有有庙呢 就在附近呢 就有称为一个国王的名字 以一个土邦的国王来称他为名字 比施奴跟师婆神 刚刚讲的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 有没有现在有这个资料又有点好像可能性也蛮高的 就是传说释迦牟尼佛是西瓦出生 这真的是很难令人相信喔 然后该王呢又捐了一片土地做 就是做寺庙的财产 而且以土地的收入呢 来供养所有的婆罗门喔 这些婆罗门不是一个人是一批大众 所以这大众当中就有一个人绰号称为维提阿迪罗 这就是翻译呢就称为明智王 明智王 而且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称为师婆古如 就音译为福圣师 就师婆古如才生了这一个商杰罗 他说他是这样生下来 但还有一个传说是说母亲啊 商杰罗的母亲啊 他是在师婆神庙要祈求这一个子嗣喔 而且他梦见了神问他说 你是希望一个平庸的儿子 你看古代的印度的那种传说啊 那个梦还可以问话选择耶 真有趣喔 就是说师婆神啊就问在梦中 问这个商杰罗的母亲说 你想要生一个笨儿子来生一个聪明的 那个母亲当然回答是要聪明的啦 可是那个神也很有趣喔 他说如果你生这个聪明出众的儿子会短受喔 那如果你生平庸的儿子他没有说长寿短受啊 然后他就说啊我那个商杰罗的母亲就说 我愿拥有一个聪明的儿子 那还有一个传说呢 就是跟上面的传说不太一样 就是在契丹啊有一个巴罗南 契丹巴罗南这个地方有一个婆罗们的夫妻喔 这个丈夫出家了嘛 跑去森林间去修道了喔 然后那个这个妇人啊 却去跟一个就是一个邦王 他就又好像去改嫁还是去投靠了一个土邦的邦王喔 然后这个邦王就把它纳入这个妻子呢 然后就生了孩子 然后就称为商杰罗 可是这个跟上面有一个一本书啊 所写的也不一样 那本书就是莫尼曼衰肺 这当中记载的 所写的 并不是这样 商杰罗不是这样出生的喔 就说他是出生地呢都很可信 可是他的传说是说他是寡妇所生的儿子喔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他还是一个遗父子耶 然后故事显为都是蛮像敌党所造的喔 意在重伤啊就感觉 就是提供我们这个资料的作者就认为这是不可信的资料 究竟到底是生在哪一年呢 那资料上有写就是说这是有两说啊 第一个就是公元六世纪末 第二个传说就是公元八世纪末 比较荒谬的 缪勒说他是说在公元七八八年 可是都属于未定的一个未定的学术资料 就是说这种史迹呢还是有点来源不定喔 商杰罗常在摩接陀国行道 似乎其实该国已无 所有那个国家没有什么佛法的流行 而摩达瓦书中所记载的佛教中心点呢 接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叫做克什米尔这一带 也就是玄撞他在游行印度的那一个地方 长戒日五二世 当时呢摩接陀就是信逢佛教很盛行 假定如果说是玄撞游历之后 那是经过一百五十多年 而佛教至于衰为 那么就是恰巧商杰罗如果是所称颂的这个人 刚好就是商杰罗这个人 那么商杰罗的出生在七八八年的这个传说 就比较可能符合啊 这也是作者的看法喔 那所以呢 这样的资料我们就可以明白有很多的诸说纷纭喔 所以那个印度哲学跟传到我们现在能够听文的 还是真的是可以当故事书听一听喔 因为太多的太多的资料传下来 而且传的落差也都蛮大的喔 然后有的甚至是对手 比如说欸我讲了这个论书 你讲那个论书 那说敌党所写的书 那到底有没有重伤 那所以可信度到底高不高 那还有一个就是历史记载比较可靠的资料说 商杰罗他七岁就父亲就丧父喔 他幼年的时候是非常的聪明 他八岁的时候已经读完什么 Beta就是费陀 Beta 传说在八岁的时候就已经送完费陀 Beta Beta 可是呢 据情理推测 虽然是念诵完这个离句 离句费陀也是不可能的事啊 何况古印度的习惯读费陀的禁忌也其实蛮多的 而且是必须你不是只有读 你是要背诵 而且要首读背诵 如果说实际的真相是说他七岁就有办法 依从老师来就读这个废陀的话离句废陀 然后送过老师一束木材 然后受了一根圣线挂在井上 从此便养在老师的家里 一边读书 然后一边替老师做杂物 那到20岁的时候就读完了四废陀 这是很可能的事 于是学成归家 当他的母亲便他便替他就是商议着婚事哦 那么还有一些 有一些传说啊 就是说因为商杰鲁他是一个独生子嘛 那到了他的母亲往生的时候呢 就在当时的社会习俗 就是出家人你是要随处游行起时的 那个父母的丧礼是可以不要顾的 而且应当不能顾 真奇怪哦 他说但是这个商杰鲁他就说 他总是会回来一定会替他母亲送终哦 然后虽然他母亲帮他商议了很多的婚事呢 他也都没有妥协哦 就一直都是很正大光明的犹豫啊 都没有决定没有做决定 而且好像就是 其实桑杰鲁当初要出家呢 他的母亲一直是反对的哦 然后都有一些姻缘哦 那这些姻缘是怎么 他是传说是记录说 碰巧有一天桑杰鲁在河中啊沐浴了嘛 然后那个河水大涨 就有一条很可怕的鳄鱼跑过来 就要咬死桑杰鲁 桑杰鲁就 他已经就是咬到他的脚了 他就变像岸上的母亲呼喊着说 母亲我快死了 那个鳄鱼啊要拖我去啊 快允许我当初家人 母亲就看到情急很为事啊 就只好说允许允许了 允许了 这时候那个哪条鳄鱼就竟然很从容的就离去了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一个传说 就意思是说 后来很顺利的桑杰鲁就出家了 那在印度的传统习俗 其实你是必须就是说 在临死时所发的修士的愿呢 愿力呢 因此也可以得到解脱的这样的传说 也就是说事情便已经决定了哦 那如果你已经决定要出家 那他就要把那个桑杰鲁就便要把他的母亲 托给别人照顾 就抛弃了整个家业嘛 然后离开这个捷纳地村 出外游方启使寻师访道 可是这些故事到底是事实 或者不是事实不知道 可是可以确定的是 桑杰鲁小时候真的非常的聪颖 早年就已经就读了四费陀 不简单哦 然后成年的时候也没有娶老婆 没有结婚 而且呢有母亲 他没有侍奉养育他的母亲 那这些的一个传说呢 也就是这样流传了下来 最后还有就是说巡师访道的时候呢 就是这一位桑杰罗 他跑到刚开始去去那个莫纳陀 这个河岸 呃拜访一位哥文陀为老师 哥文陀的老师呢便是 Gautapanta 乔纳 乔波陀 他就是尊称 被伤杰罗所尊称为太上老师哦 那时候他们的老师都称为Guru Guru Paramaguru 然后就是 在这些奥义书里面就有他所制作的一个寄书 然后另外有一个学说是说 这个哥文陀是隐居在喜马拉雅山的山上哦 桑杰罗刚开始看见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自我介绍哦 他就说我是师婆Guru的儿子 克罗那地方的婆罗门 有母亲 抚养成人长大 大凡所有的经典那些废典 废陀书有没有 四废陀 我都已经读过了 然后又说 我是因为遇到了鳄鱼哦 我母亲才准许我出家的 这样的事情 就这样跟他讲 然后他这一位老师呢 哥文陀就替他举行入道里 也就是说出家一世 可是 这一个桑杰罗他到底依止这个老师多久的时间 也是没有办法去考察嘛 而尤方呢就是听这个哥文陀的指点 就是说在老师就跟他说 你必须要去游行尤方一处去教化 然后他刚开始是到贝纳尼斯 然后 然后 然后他就再到其他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贝纳尼斯呢 他还收了一个弟子 又上杰罗 终于有徒弟了 就是一个很虔诚很虔诚的姓氏哦 也就是这一位 波德玛帕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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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他是一个南印度人 奇缘集呢就有三说不同 又有三个传说啦 都说不不一样 那但是呢有一些故事却记载 就是说商杰罗他命中的时候是去恒河走向恒河 那走向恒河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信 作者这边是说他觉得不可信 所以很有趣哦 所以读这些印度哲学呢 可以理解一些就是印度人的思想习惯 他们认为命中就是应该归向恒河 在贝纳尼斯呢身边也随附了一些人 就渐渐就这样 就出名了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写一些论书的一些试论哦 比如说金刚经啊我就讲到你懂 就类似这样的试论 那心经我就讲的 讲给你懂啊 你不知道四废图 没关系 我写白话文 让你懂 也就是做我现在做的事哦 刚开始呢 他就著书哦 著书是哪一本书 就是解释那个维师乳干明经 这也许是真正的事情哦 因为商吉尤罗在某一天呢 就去恒河沐浴 遇到了一个詹陀罗 就是比较 他们那时候认为那是比较低贱的等阶级的人哦 就是最最最最低等级的 他们认为那是贱贱民哦 是贱阶级的人 所以从的弟子就远远的叫 哪一个人避开避开 因为婆罗们太尊贵了 意思是说商吉罗他们这些人太尊贵 不可以遇到那个 我们那个那个字我都不好意思念 就是不能遇上贱人哦 贱民啊 可是那个低种族的比较低贱阶级的人 其实也是有一些学士有读书的哦 他就跟他说 还要做这种分别 你讲什么不二论你知道吗 advati 就是他在讲不二论啊 我刚刚在念 可是也念不太出来 advati 就是说 他就 那个就是比较低贱种族 他是有读过书 他就顶嘴啦 你讲这些是分别耶 你不知道不二论吗 然后商吉罗就开始写 写什么 五知论 五种知识 五知论 manishapanehaka 而且在美颂的最末端就写说 他就 就是说他写了这五个知见的论 五知论哦 而且在美颂的最末 他还多写一句话就是 有人如此看现象界 乃是我的真师所付主的 不论其为詹图罗人 或为亦重生者 如此 就是用 是说用不二论的眼光在看世界 重生者 也就是指婆罗门阶级的人 这里就表示他对阶级是做平等观的 你看他商吉罗真不愧是一个印度的哲学家 他现在就知道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他没有办法接受那种 总性 有没有 高等评鉴 而且他是婆罗门 他是高贵的婆罗门 还能这样想 就是说 他是一个有钱人不看清 没钱贫穷的人 他是一个有学士的人 但不看清那些非常没有学士的人 他是平等的 所以他就写 我再重复一次那句话 太美好了 有人 他就是只要写了五 五之论 五之论的每一诵的末端 都会再多写一行字 这一行字就是 有人如此看现象界乃是我真师父 不论其为詹图罗人或为以重生者 意思是说 不论你是贱民 又或者你是尊贵的婆罗门 他说你如果你是这样看待四种族的不平等 你是知道不二论的人 你就是一个重生者 他是这样形容 很伟大的思想 非常美好 而且他说你们这样的知见 你就是我的真老师 有没有 真师父 而且你这样的知见的人 不论你是低见者或者是高贵者 你就是一个重生的人 所以他没有办法 就是认同当时印度种族的那种不平等 那个高贵的尊贵到不行 走路有风 那个贱民都要散一边散一边 有没有 他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思想 而且他还对反驳他的人 他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去赞叹对方 你想想看我们 我们现在现今佛教有多少人有这个气量 所以能够当明论师 那个胸襟跟气量不简单 你诋毁我 我还赞叹你 我写文章写著作 告诉你 我认同你 我认同你 嘿这样的一个 所以他就是对 商截罗 他是对哪一级在做服务的呢 他没有 但他主观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 也许没有任 对任何阶级服务的那一种服务概念 那客观来讲就是说 他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啦 因为婆罗门都是帮统治阶级在做一些祈祷的嘛 在古印度的 古印度的婆罗门教都是做这些政治上的统治操 操之于那些差地利嘛 有没有那些贵族啊 国王的首帐 首上有没有 那士大夫这些人 就是一般土帮之王 然后从事一些作战计划或者邦交的事情 而婆罗门阶级就是自古啊 就是古代的人都称婆罗门阶级的人 就是王者之师 就是国王的老师啊 婆罗门的阶级就是做这些事 所以他的权力是在第二个等级耶 就是这样的一个 因为他是以神权在统治的 权力就操之于婆罗门的阶级 那婆罗门他是听命于谁 他们认为婆罗门都是听命于神啊 上天神 所以就用这种听命于神 所以这就是印度 就是因为这样才衰落 因为你看我们春秋也有写这样的说法 国之将亡听之于神 商杰罗 就在这时候就认为说他没有办法无始无地 不为本阶级服务 可是他还是把传统的阶级观念打破 意思是说要服务是所有都可以服务啊 不是只有服务国王 服务平民百姓也是可以的哦 服务一般士农工商也是可以 这样的思想挺符合我们现在服务的哦 而且他就是将他学说呢 就是推积到下层的群众 也就是这样来说 他的所宣扬的一些就是伟坛多学 就可以开始兴盛发扬起来 千年了千年一千年以来 他就成为印度教的教主 而且印度学者口口声声就称他 总是在替人类服务 但是很可惜啊很不幸 所以说印度的传统阶级的界限到今天呢 佛教已经是新生成这样 可是却在印度衰微了 你看那个印度教的阶级 那个界限都没有打破 就是婆罗门的那种妄自尊大呀 也是世界上很少有的典型 所以我们佛教不能犯了这个错误哦 贝纳尼斯是印度教的学术中心 传说死在那里的人啊 必然得解脱或升天 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大学 就是设立在那个地方哦 商杰罗另外一个诗迹是称颂本师哥文陀的 就是有十二首 那每首每首这个赞颂啊 他的那个末端就会写敬拜哥文陀 写三次哦 他还会写说愚人愚笨的人 若是时间到了你面对死亡 便不是背诵文法能够救你的啦 他他很很很直指人心耶 那时候有一些学生他们都非常热心在读这些文法 他就替这些热心读文法的学生来做了这一句话 就意思是说 当然啦 生死世大从来都是佛教人士的口头禅 因此啊 那个像宋朝的儒家学说也是批评啊 说除此一世之外什么事都不用讲明 就说除了了生死这件事还有什么更重要呢 那有一些传说是 就是就是晚年啊 那个商杰罗到底是晚年之后就走向了恒河而消失了呢 又或者是他到了哪一个成都 而听说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说是 商杰罗在沐浴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地方叫做 就是幽梦那这个地方 在恒河跟恒河的那个会合的一个地方 在那里沐浴 而在树下休息的时候呢 就听说有一个叫做伯多 到这里也没有写哦 写伯多是跟他是什么关系哦 就是有一个伯多他要自己焚烧自己而亡哦 啊他伤杰罗听了哎呦就不得了耶 就赶快跑去救他 可是这时候他去的时候就已经看到那个伯多已经半条人命了哦 就这样就有这样的传说啦 就是传说说是这件事情也可能是佛教徒虚构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写说伯多是阿桑或者是坦米尔的婆罗门 也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前弥曼萨派的学者 然后是侍奉苏丹范这个王朝的 而且是佛教徒的劲敌哦 他们有敌师你看论师都有彼此的禁定 然后传说呢 北印度的佛教皆是他围剿剿灭的 故事就说他是自焚 因为他是自己忏悔的 而且说他曾经放火烧杀了他的佛教本师 就是这样的传说 依靠伯多呢与伤杰罗的年代 其实好像有点两不相合哦 因为伯多在620年或680年 这当中做的事情这很难去确定 这样就两个时间点就差了60年 所以到底有没有碰上伤杰罗 大家还是后来的学者还是有一些看法的 那还有一个传说挺有趣的 就是有一些传杰罗呢 有一些学者啊 他们是叫做曼丹娜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土邦之王主要的学者 而传杰罗来到了这个地方呢 这些学者最讨厌这些出家人哦 那两人刚开始最初见面的时候呢 话不投机啊 雨不相下 直到在场的婆罗门呢 婆罗门众就把两个人劝开哦 讲话讲到要一批婆罗门众来帮这两人劝开 你就知道这两个多么的很会辩论 劝开了还不不罢休耶 两个人还相约要再辩论一场哦 那个堕负者将采取圣者的方式生活 意思是说你辩书我了 那你就用我的方法过日子吧 好生活方式生活 可是呢 如果是那一个学者出 他如果是输了 你就必须随着这个商杰罗出家 这个学者呢 就从他夫人手中得到一件红色衣服 就披起来哦 披上 他就说如果商杰罗输了呢 你就不可以再游行 你应该要要赶快去成为一家之主 然后要去娶妻生子 他们两个就这样相互约定哦 所以说学者跟这个出家人 学者输了 就来跟出家人商杰罗出家 出家人输了 就还俗去娶老婆吧 他们的辩论是这么的激烈哦 就是以一个生活方式 那辩论的内容是不得而知啦 传说就是说 这个学者的夫人呢 就编了两个花曼 结果呢 就挂在他们的手上 然后说那花曼 谁比较早枯萎 那谁就算辩论输了 而且他们这样争论了几天呢 是那个学者的花曼先枯萎了 所以他就输了 传说呢也是好像不是那个学者跟他 跟商杰罗就是辩论的 而是这个学者的老婆 就自作这个花曼的这一位 这个主角主角人物 是他的老婆亲自跟他辩论 然后但是呢 因为这个商杰罗是一个骗之一切的智者 然后就问他欲论当中的事情 但商杰罗不能打 于是呢 就是他就藏身 就是说藏身在一棵枯树 枯树里面 而神由于这个王体中 然后经过一个月呢 再回到自己的身体 因而就回答了问题 意思是说 这件事历史啊 记载着说 当时的出家人就可以神由到树上 神由到一个国王的身体 然后知道他心里所想的这一切 然后一个月之后 再回到就是自己的身体当中 这好像在讲禅修 初题啊 因而回答了这个问题 可是这是很荒谬 荒诞的故事 所以说 可是至今却流传在婆罗门重重喔 最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一定是出家人赢了 学者输了 那因为事实就是 两人可能在王朝当中 出就是一直争论 而且争论赢了的这一个商杰罗呢 不仅让那一个学者出家 还连他老婆也一同修道耶 都出也都出家了 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 一些的一个传说 那也有一个传说就是 当时都会有 印度教会有一些习俗就是 就骷髅派喔 把骷髅串着一个像项链一样 挂在自己的身体上 那这一个部分让大家查 我这里也不讲 然后 商杰罗在于是呢 就是 嗯 他就替一些徒弟做一些 著作 著解 论书的事情 那么 商杰罗是希望想要到 苏列师 法罗做这一个 废陀经的一个注解喔 但其他的弟子是反对的 他们认为有一个波德 妈帕陀 让他去做就可以了 而这位弟子又谦虚喔 听说这个人是 或那个人 都说 可以 都可以去做这件事 就 你商杰罗你不要做就对了 你的弟子谁去都可以 商杰罗有没有办法 违背大众弟子的意思啦 所以就叫 一个人 去做这一本书的解释的试文 那么这个弟子呢 他受到商杰罗的指派 就回到故乡 然后 这是一个传说啦 然后这个 这个弟子回到故乡之后 就开始动手 去写 创作这一个 创作这一个文稿 可是恰巧就是 他的叔叔啊 是一个 弥漫萨派的信誓 就是意思说 这个宗派的信徒 其实呢 这个宗派呢 是反对谁 反对商杰罗的学说 也就是说这个弟子 他不是被商杰罗派去写这个 住宗派吗 住室吗 结果他回去 就又碰到他的叔叔 那叔叔所信仰的宗派呢 是反对商杰罗的 可是这个弟子 他原本 随着 商杰罗出家之前 他也是学着他叔叔 那一个宗派 是反对商杰罗的学说 所以就趁其不在的时候 就把他所写的稿子就烧掉了 而且呢 还要将药物呢 损坏他的脑 头脑 他的脑 就是意思说 他叔叔啊 就是对他做了一些 比较残忍的事情 烧了他所创的稿 然后还那个 还就是用药物 要去伤害他的脑 脑部 那这个波德 骂婆陀 就只好 这个弟子啊 就垂头丧气 就只好回到商杰罗这边 商杰罗呢 他在各地呢 行走游方之后呢 就回到故乡 捷纳地 也就是他母亲 这时候生病了 那商杰罗 依然 还是会抵离魔祖 就是说 还是会跪拜他的母亲 那当时呢 这是被很多乡村的人 所反对的 因为这是很违反 出家人的戒律啊 你已经出家 你怎么还可以跪拜 你的父母呢 然后他 其实不管这些 商杰罗 他继续替母亲 讲经说法 让他平平静静的 归 归天啊 跟那个 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做法 都挺像的 所以这些圣人的思想 都很环规本人 没有 那个释迦牟尼佛 不是上身是去刀立天 为母亲摩耶夫人说佛法吗 商杰罗就认为说出家不能顶你了 自己的妈妈哪有这回事 我还是顶你 他说出家不能 不能够为母亲讲经说法 哪有这回事 他继续讲经说法 但是呢 这时候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乡村的人 不不同意 他替母亲举行火葬 他说火葬又不是出家人在做的事情 就是葬母 这就是 如果你这样埋葬你的母亲 你就是虚伪的出家人 如果真的算是出家人 你便不许去埋葬你的母亲 商杰罗没有办法 就只好自己在自家的后院 去把母亲焚化了 所以就是有一些近代的一些学说 就是就写着一些记录 就是说连上帝都笑商杰罗三次 第一次是他回家火葬母亲 第二次是他写伊沙奥义书的著书 第三次是他周游五印度 宣传什么事情 宣传无为 连上帝也被他们拉进来 来耻笑那个商杰罗 可是到底有这件事吗 不知道 连上帝也被拖下水 传说那个商杰罗将此事呢 报告为当地的国王 当地的国王就下令了 就是说从此不许 那那族人来送尾废陀书 就是也不许接待尤方的道人 更命令每一个大宅在乌后院的一角 可以立一个什么 焚尸处 可是这一说也不可信 因为到至今这个习俗都没有这样留下来 就是在难不得理啊 族人啊 就是说当初商杰罗有跟国王报告 然后立了这些规矩 可是却有史记说这个是不能相信的事实 就还是有待考证的 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就在历史的文字是说推翻 就是不可信 可是真正的习俗就是商杰罗所说的这三件事情 就是第一 不可以接待游行的出家人 然后第二不能送那些废陀 然后第三就是在自己的家宅后方可以设立火葬场 葬自己的亲人 这些习俗却事实上存在 所以到底事情是真是假是怎么一回事还不知道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个大师所有的一些在印度学者所知道的资料 哦 可是 因为材料是很多 可是可信的真的也很 我们刚读了那些我们都觉得很 很莫名其妙 就跟我们所认知的佛教的 都是 所认知的差异是 那知见是差很多的 所以整个资料的来源可信度高不高 不得已 无法去共性啊 因为他们印度人 一般的印度人要共性一件事情就 众说纷纭了 就都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事实上不是这样 那我们来讨论那个商杰罗的主要的一些著作 就是大范经书跟奥义书 光是奥义书的注释就有几十种 现在列举一点点了 这伊沙书 游谁书 截头书 蒙茶节书 艾多利 艾多利亚书 泰迪利也书 六问书 大林间书 畅赞书 安生书 都是婆且范哥书所写的 大约十二种 那这是真正的事情 因为今天都还存在 那关于商杰罗的生平呢 有下列诸书可参考 这里是梵文 一个S 然后上面一个豆点 那里我不念 大家去查看看 安卡拉的 米加亚 然后再来还有一本是 也是S 有一个豆点 安卡拉 米加亚 米拉萨 再来也是第三本 也是一个S 上面一个豆点 然后安卡拉加亚 这三本 如果大家对商杰罗生平 有希望再更深入的探讨 可以去找这些书 以上供养大众 对印度哲学家 他们是怎么写这些奥义书 注释这些奥义书 还有当时的印度教的背景 然后也以此来回答 这位要去美国复考的师姐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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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